张欣宇发微博之字不提和洁,却能感受到满满的爱说起张欣宇小编,总能想到和洁。 他和和洁两个人现在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自从结婚后,张欣宇也非常低调,即使是遇见有高耐偷拍,也会偷偷躲在助理或者和洁的身后。 看得出来,张欣宇结婚后,真的变了很多小编是越来越喜欢他。 相对比起来他的前男友李晨来说,真的是三十年和东三十年和西啊。 不过李晨和范冰冰现在也在低调的幸福前段时间,还有人拍到两个人一起吃火锅。 虽然都幸福不过小编,还是比较喜欢张欣宇的张欣宇没结婚之前,小编就喜欢他,觉得他眉宇之间带有一点英气英姿大爽的女将军感觉。 而他拍摄的古装剧里面,不管什么造型,小编都觉得,好美虽然他有朝黑体质,不管干什么总有网友喷他,但是张欣宇既然能出名,既然能在娱乐圈内组。 肯定有他过人之处,小编觉得他长得美而且还非常有才华,也画得非常漂亮。 十足的才女,一个自从他结婚之后,微博也成了张欣宇的秀恩爱大型现场,没事就晒自己吃的下午茶,或者晒一些和和解相关的东西。 虽然他每次的微博都没有提及和解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,小编就是能感觉到满满的幸福感,就比如说,前段时间他发了一则微博,说很想念一下雪。 字里行间,只字没有提到和解任何相关的东西,但是看张欣宇说,他在广州就能想得到,他是在老公和解的身边,即使很想念。 但是,他还是选择留在老公的身边,仔细这么一想,还真的是满满的狗粮呢? 虽然没有提及关于老公的任何东西,但是真的能从里面感受得到,他是为了陪和解。 所以,即使很想念下雪,也没有回来北方,还是在南方广州陪他的小编,真的很喜欢张欣宇自从结婚之后,他又低调,还经常秀恩爱,小编对于幸福美满的爱情,真的是没有抵抗力的。 前段时间大家也都在说,张欣宇是不是怀孕不过张欣宇也没有确定,也没有否认,而是发了一则这样的微博,他说是什么让自己有勇气分享微博。 是因为那些善良纯洁的心灵,他让分享变得这么有温度,也是和大家很有默契,虽然这则微博张欣宇并没有说什么,但是小编觉得,非常有深意不管怎么样。 现在就期待张欣宇带来好消息了,小编非常喜欢张欣宇其实结婚了,就连秀恩爱都这么低调,每次自领行间不提和解,但是都能感觉到满满的爱意满满的幸福。